熊妹怎么睡着了 小雪 小伯 你们怎么不说话 熊妹 上课时间你竟然睡觉 这是怎么回事 小雪 小伯 你们摇桃是什么意思 哎呦 我受不了了 只要听到我们俩说话 你们就会睡着一整天 可是不让我说话 我怎么解释啊 不行啊 小伯 不能说话 小雪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秦林仙子也帮不上忙啊 我们一说话他就会睡着了吗 还是先忍着不要说话吧 好吧 好疼啊 谁能扶我一把啊 小朋友 谢谢你 你叫什么名字啊 这孩子 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真是奇怪 小雪 你知道大宝现在在哪吗 我有事要找他 小雪好奇怪啊 平时见到我都会和我打招呼的 怎么今天一句话也不说 要一直人家不说话也太难了 我还是在家里待着吧 我才不要听小雪的一直不说话呢 艾莎在前面干什么呢 我过去看看 小贝 你怎么来了 哇 艾莎手里这个王冠真好看 我也想要 小贝 你伸手也不行 我手里的这个王冠 可是我抽奖抽中的 绝对不会给你 哼 艾莎 这可由不得你 太好了 王冠是我的了 我看以后童话王冠谁还敢不听我的话 小雪 你这几天也太奇怪了 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妈妈很担心你啊 嗯 小雪 到底有什么是不能跟妈妈说的 你是不是瞒着妈妈 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不是的妈妈 我没有做坏事 小雪 童话王国里很多人都睡着了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小雪 你怎么不说话 难道这一切跟你也有关系 精灵之力 太好了 精灵仙子 其实这几天我和小贝一说话 听到我们说话的人就会睡着 原来是这样 你们这是中了黑魔法 看来外面的情况都是小贝造成的了 小精灵 你听到小贝的声音会睡着吗 小雪 放心吧 刚刚帮你解除这种魔法时 我把它转化成了自己的力量 现在我不怕这种黑魔法了 太好了 那我们快去找小贝吧 小贝 终于找到你了 小贝 精灵仙子可以解除我们身上的魔法 可是现在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小贝 大家都因为你的私心睡着了 游乐园谁来开门 漂亮的公主群谁来制作呢 其实我让大家都睡着以后 一点意思也没有 没人能和我说话 也没人陪我玩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贪心 就让大家都睡着 精灵仙子 你帮我解除掉这种魔法吧 精灵之力 小朋友嘛 你们愿意原谅我吗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